大家好,這裡是原來是這樣子的頻道 今天我們來介紹新開的花 這個是一種,這個應該是諾比里亞 它學名叫諾比里亞,它是加德利亞人的一種 它是一種小小的加德利亞人 但是它的花可以非常的大 那這顆其實名牌是吊的 但是看得出來它是諾比里亞 就是諾比里亞那一類的東西 但是實質上它是什麼教什麼,現在已經不可考了 但是就是漂亮 那這種加德利亞人,它喜歡高陽光的地方 如果你有種過的話,你會發現它很愛陽光 然後很耐乾 那如果種在水苔上的時候,其實它長的速度會比較快一點 那其實我站在這種木板上,你看這是木板的時候 那去年散返,今年其實根都已經趴上去了 那 我目前是沒有用什麼材質給它 然後所以要瘋場 每天要狂澆水,勤澆水的話 它長的狀況也是非常的好 好 那你看它花,比例相對它的植株也是大非常多 目前還有一個花苞,今年來了兩個花苞 那每年的開花期大概就是現在 從春天一直到 主要是冬天到春天 因為今年春天來特別的早 大概二月現在就是春天 所以你看它的花已經打開了 昨天開來,今天第二天 不過它的唇瓣有點像後卷,這是比較可惜的地方 你可以看它唇瓣有那個一橫一橫的構造 Nobelia就會有這個特徵 如果是Woke,另外一種叫走路人系列 它就沒有那個特徵 好 那這種要怎麼種植呢 其實如果你家裡頭有這種木板的話 你可以把你的Cardoria這一類的東西綁上去 綁上去以後呢 記得就是給它足夠的水分 通常怕是水分不夠多 但是因為加德利亞蘭這一類的東西 蠻耐乾的 相對而言 好像這一顆 這一顆是小豬哥 它也是加德利亞蘭的其中一種 可是它比較被分為在雷利亞那一屬 那像我這一顆 這一顆是 這顆是Intermedia 也是加德利亞蘭 那 它 今年還沒有來花 它花期比較晚一點點 好回到這一顆 所以如果你有想要上板的話 你可以試試看 把它綁到板子上 然後讓它跟趴上去 然後一樣施肥 像我這邊就掛了一個肥料包 小小的肥料包 那一樣還是以易肥跟固肥為主 那這種其實這種種法 其實比較不會得病 比較 比較安全 我覺得比較安全 對蘭花而言它是安全的非常多 所以如果興趣的話 你可以試試看這種種法 我還蠻推薦的 蝴蝶蘭也可以 加德利蘭也可以 石壺蘭也可以 像石壺蘭這個也是上板 今年的石壺開的特別的早 現在目前已經準備開 開始了 好 那這是今天的小小的介紹 這是加德利亞蘭 然後 這一顆應該是諾比利亞 雖然名牌掉了 但是 反正自己觀賞 就是漂亮的花 那到底是什麼品種 其實 沒辦法 就是掉了 對 但是花今年的比例 非常的不錯 非常的大可 好 就是這樣子囉 那今天 主要就是來聊聊 加德利亞蘭 然後跟我開的花 如果你有種蘭花的話 當然歡迎你 一樣留言在下面 跟我們討論一下也可以 那記得訂閱我 跟分享我們的頻道 除了蘭花之外 我還是會做 持續的做一些知識性的東西 我覺得那個東西 還蠻重要的 好 大概就是這樣子 感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